很多人問我說 那接下來呢 and then 接下來該怎麼辦呢 好 我接下來的這個十分鐘 就跟大家來分享 我們接下來該怎麼樣打這個團隊合作的戰 那請關這個犯罪團隊還有這一些 犯團們 趕快拿筆 趕快拿錄影 把這一段一定要錄下來 我在講什麼 上YouTube 把它保存下來就好了 好 接下來怎麼做 各位看我們今天一步一步 像秋菊打官司打了多久 三年耶 我們第一次開始 從What do they know to come 去詢問 然後被打槍 被打臉 一直被打臉 最後進到了 ICO 又被打臉 打臉了以後跑到 Tribunal Court 也被打臉 台灣被打臉 在美國也被打臉 Michael Richardson 也被打臉 在英國也被打臉 我們是被打了三年的臉 連腫得跟豬頭一樣耶 我們唯一做對的事情 唯一一件 讓敵人聞風喪膽的事情就是 我們堅力不移的毅力 連續三年 超過一千天 我們沒有停止過 而且我們從來沒有放棄過 這就是今天犯罪集團 聞風喪膽的原因 好 那接下來該怎麼做 各位想想看 我們走了將近三年 走到今天 終於逼得 Tribunal Court 下重手 去調查證據 終於逼著英國的行政法院 願意開庭 願意給我機會 給Michael Richardson 機會 給徐永泰博士 給好幾個人的機會 讓他們能夠在視訊中出庭作證 同時因為我們的堅持 所以我們可以把所有的台灣的 拿到的證物 放到英國的法庭去 也因為這些堅持呢 使得我可以作證 還有其他人也曾經作證過 所以我們在英國的法庭 讓犯罪集團無所遁形 那接下來該怎麼做呢 各位還記得嗎 在差不多三個月以前 我們所有在WhatDoTheyKnow.com上面的詢問 都被擋掉 都說你Vexatious 不管你問什麼 他都說你Vexatious 為什麼 因為他有恃無恐 這幫子英國人在測試啊 我們這些 這個外國人 我們這些台灣人有什麼樣的毅力 他今天終於明白了 接下來我們該怎麼做 我認為啊 我們繼續拿起鍵盤 繼續去問WhatDoTheyKnow.com 而且把Tribunal Court這個決定 他當然知道這個決定 貼給他 然後把你原來被他說Vexatious的問題 再問他一遍 你看看他怎麼答 如果有的呢 循貴給笑 你就直接跟他講說 請你尊重Tribunal Court這樣子的判決 否則的話 下次我們將會對你提出行政 不論跟其他民事的求償 你就挑明的跟他講 我覺得英國這一端 這些也有很多的惡觀 他們到目前為止是 敬酒不吃 吃罰酒 他既然要吃罰酒 那我們就給他一點罰酒 所以我說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們 只要你習慣 而且你有這個能力 在WhatDoTheyKnow.com上面留言的 包括以前曾經問過問題 被打槍的 現在該是吹起反共號角的時候了 這個反共號角一吹響 你把你原來的問題 附上Tribunal Court的這些判決 或者是你把這些判決裡面的重要的字句 條款 引用出來 告訴他說 你現在該回答我的問題了吧 順便調侃他一下 我在什麼什麼時候問你這個問題 你告訴我Vexatious 我什麼什麼時候又問你問題 你又把我罵了一頓 現在看一看Tribunal Court的判決 你該回答我問題了吧 像這樣子東西呢 來個五個十個 我保證英國倫敦大學會被攻陷 他們會被攻陷呢 他們也跳船 那正義學員跳船 倫敦大學跳船 接下來呢 好 所以如果大家呢 過去碰到了一些阻力 沒有關係 我覺得現在再一波 這整個流程是這樣子 你先上What do they know.com 倫敦大學不回答 你就跑到ICO去 ICO擺爛不回答 你就到Tribunal Court去 那如果大家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不熟悉 比方說你只熟悉 怎麼做 What do they know.com 你不知道該怎麼去跟ICO申訴的 請跟我們聯絡 我們的Michael Richardson呢 是非常有經驗的法務人員 他也是非常有經驗的新聞人員 他打過的官司到目前為止呢 可能超過一千個 所以 他可以幫忙 另外 我們還有平行的其他宇宙政經學員的同學們 也正在前鋪後繼的 在ICO 跟在Tribunal Court遞其他的案件 各位可以從論文的真假 證書的真假 還有論文口試時間的真假 還有這些口試委員的真假 還有這個題目的真假 因為他曾經提過好幾個題目 證書的真假 通通都可以拿出來問 讓這每一個東西都成為紀錄 進到至少在英國倫敦大學成為紀錄 將來在英國資訊特任官辦公室成為紀錄 在英國法庭成為紀錄 那如果有一些法律上面需要協助的地方 請跟我們聯絡 我們會把這些案子呢 分散 讓這個海外的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們 能夠一起幫忙來實現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大家務必要把握時機 趁勝追擊 追王竹北 讓這些犯罪集團 犯團 無所遁形 讓他們早點去監獄 變成獄犯團 好 英國的部分捷報 台灣的部分跟大家報告一下進度 現在呢 我們在四個月之內 可以對張永慧的 說我們就是四個月之內 這個案子 論文不存在之訴 我們可以提起異議 那麼 我們同時遞了迴避案 這個迴避案應該在兩個月之內會有下文 也就是說 我們在八月十號以前 迴避案會有下文 我們看看迴避案的結果如何 然後我們再來決定 在四個月之內 我們是不是要跟這個張永慧再回到法庭見面 那如果這些東西有任何的不公平的地方 那我們可以再繼續告關 也可以做這個大法官解釋 反正我們就一路往上打 好 那麼如果這個案子 我們覺得啦 我們覺得打這個憲法法庭的機會 我們是有機會贏的 因為這個案子非常明顯嘛 最大的關鍵在 我們已經告了張永慧法官了 他怎麼可以賴著不走 還要繼續在原案審判我們 我們已經跟他在這個案子上面 已經有了民刑事的糾紛 他怎麼還可以坐在那邊 就原案繼續審理 好 再來 還有這個案外案 就是七月六號 陳朝健這個案子 陳朝健這個案子呢 還有李靖勇的案子 就是我們告中選會 因為中選會誹謗我 這個案子呢 可以追出八一七萬票是怎麼來的 所以讓大家呢 也保持高度的警覺 跟高度的關注 因為這是清理惡觀的另外一條很好的手段 七月七號 再過一天 就是張永慧 我們告張永慧這個案子 在高等法院開庭 我要他賠償兩百萬新台幣 因為他讓我浪費了一年的時間 如果我們從二零一九年來看 他徹底讓我浪費了兩年半的時間 這個時間我所花入的 投入在訴訟上面的 心理律師費 他總該還給我 對不對 那我們就來看七月七號法庭 在高院怎麼判 好 另外 七月十二號 這個案子很有趣啊 就是 張靜律師被台東地方法院呢 現在要開庭了 因為台東地檢署起訴他 卻把我要求返還電腦裡面 有關於我的這些個人資料 有關於訴訟的資料 把他也並按 在七月十二號 在張靜的這個刑事法庭上面 要我透過視訊陳述 我真的搞不清楚他要我陳述什麼 我預計這個法官呢 是他傳我嘛 那我現在要申請網路出庭 我想 不知道他要問我還是我要問他 我第一件事就問他 你來傳我出來幹嘛 我只不過是很簡單的要求台東地方法院 把那個根本就不屬於應該扣押的物證 就是我的相關檔案還給我 就這麼簡單 這只是小小的一步 但是我覺得是司法改革 也是一個人權改革 民主改革的一個非常好的事情時 好 所以七月是滿滿的訴訟 大家加油 從What do they not come 開始做起 從台灣的每一個庭 開始做起 一起來做司法改革 一起來做民主運動 人權運動 好 我們來看看蔡同學的 This is a note 又鬧了什麼笑話 我昨天提到的一點 就是稍微提到一點 但是今天大家可以更仔細的看 就是在154頁 好 這個154頁呢 很奇怪 不是左右對齊嗎 可是倒數13行突然有一個off 他的f 這個off的f竟然打到外頭去了 這個我也搞不懂 這什麼樣的電腦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在整個的霧化器裡面 就持續的噴霧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會傷身 你直接接觸你的肌膚也都沒有問題 沒有疑慮的 可以上快點購 還有這邊有蠟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CTI我蠟氣 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請大家好好把握囉